那居然案例在設計當中活動了4天 當然這有可能有 這樣的可能性發生 風險性是高的 那麼來看到武漢肺炎的疫情 全球烽火連天 讓台灣此刻 你不用也說已經看到這感覺了 面臨極大的境外移入傳染壓力 那麼疫情指揮中心 今天正式宣布了 就從台北時間19號0點開始 不是本國界人士一律禁止入境台灣 同時所有入境者 都必須要居家檢疫14天 先隔再說吧 以確安全 要確保台灣的防疫最前線 也力求第二波的境外移入疫情 台灣務必要守住 那麼針對上午宣告的19號起 限制外籍人士入境之後 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那麼下午的最近記者會當中 陳時中再次說了 現在光是處理反彈民眾 其實對台灣的醫療壓力 就已經非常大了 如果再不限制的話 真的會來不及 尤其剛剛看到 目前台灣確診案例 已經達到了100個關卡了 100例的確診了 319的風光令 真的是不得不發 簡單地講 這裡面細部內容是什麼 就從3月19號開始 凌晨開始到0.0開始 非本國界人士一律是暫緩入境台灣 那麼除了持的是居留證 還有外交證明 還有商務證明 跟特別許可的話 你是可以進來 但是進來之後 你也必須要進行居家檢疫14天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病毒其實不管你是哪個國家人 是歐洲人 義大利 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事實上都一樣 你從外面進來 都有這個風險性 所以接下來同步也要求 只要是本國籍 台灣的民眾比入境一樣 都要居家檢疫14天 同時也正式宣告 台灣是大動作的 全面儘管大升級了 同時為了要防疫 出現防止這個大破口 所以疾管單位現在快碼加編 正確的3月1號到3月14號 從歐洲返排的這513人 其中只要調位相關的資料 他有上呼吸道 或是有肺炎症狀的話 採驗百人 同時現在還看到 指揮官陳中要找的 旅遊歐洲人數曝光了 回溯起來 228事實上 這聯繫下地很多人都出遊 你從歐洲回來嗎 真的自己要開始警覺了 那麼接下來要回溯的是 3月5號到3月14號 防疫破口可能會達到 1.6萬人 那麼現在宣布 要回溯起來 這些全面都要居家檢疫14天 要確保防堵 看到我們社區傳染 蔓延的可能性 那麼同時也對了 看到大專院校以下的 師生還有醫師人員 事實上都有這樣的出國禁令 那麼國內的看到可樂旅遊 還有雄生旅遊 以及是喜紅旅行社 也自動宣布了 苗頭不對 出去真的有可能會不會不來 所以4月30號前的 出國旅遊團全部都喊停 那面對現在是料敵從寬 但欲敵絕料從嚴的台灣處境 那麼新北市長侯友宜 就登高一呼了 敵人攻進來了 我們為什麼不迎戰呢 話說的就是所謂的禁令 而對此看到是 總共府方面則表示了 防疫法例有受勸募的授權 目前評估還不用發布禁禁命令 那為因應這樣的一個 緊急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宣布 非本國籍人 一律限制入境 中央升級封關策略 非本國籍人員 19號凌晨12點開始 一律限制入境 沒有鎖國 沒有 我們現在還是沒有鎖國 我剛才講說 不是所有人都禁止 一些必要的行為 商業的一些必要的行為 簽約旅約 那一些外交 還有一些必要的一些 重大建設相關的 這個我們不會停 強調不是鎖國 因為外籍人士 如果持有外交公務證明 商務旅約證明等等的 相關文件就能入境 但還是得居家檢疫14天 相關這樣的一個 入境的管理 我們還是回到這外交部 跟我們相關的境管 一起配合來做管理 疫情當前越來越失控 指揮中心宣布 3月5號到14號間 從歐洲 杜拜 埃及 土耳其 反國的人 全數回溯 這當中高達1.6萬人 必須居家檢疫14天 守住台灣是當務之急 關於這樣的一個 限制入境等等的 相關的措施 那其實 第一個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大家都要先自保 那怎麼樣在一個 合理的情況下自保 因為自保保得住 就對世界是貢獻了 歐洲回溯的相關名單 已經掌握 主動通報的人 中央會發防疫補償金 不主動通報的人 就會被取消補償金貼 另外 謊報者也會依規定開罰 加上防堵正是為了 讓境外移入的個案 不再繼續失控下去 謝V pe explic Da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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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